四周年庆版本孤星在发布之前就被解报出有将近15万字的剧情文本量 超越了长夜灵光怒豪光明成为了明日方舟剧情文本最长的一期活动 如果是在B站看剧情 那么看完孤星需要花费你6个小时的时间 我这个人看剧情比较慢 而且赶上五一组里聚会 那晚上我们撤聊到第二天早上8点 所以全部剧情看完其实是一直拖到了5月3号的 在这期间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这期剧情了 手快一点的都做成视频开始大肆鼓吹 那么这期剧情在我眼里是否和他们一样是方舟剧情的天花板呢 以往的视频我们会先分析再得出结论 但是今天我打算先说结论 没错是的 孤星就是方舟剧情前无古人的天花板 为什么说它是天花板 因为以往的剧情无论是虚打古人还是长夜灵光 其实我在看的过程中都会有意无意的挑点刺 比如这里节奏出了点问题 那里的人物登场突兀了一点 虽然发视频我不会说 因为总体来说是无伤大眼的 非要提出来说实话 有点破坏气氛 但是这次孤星我可以这么说 我没有任何能挑刺的机会 那现在就是纯纯的六边形战士 剧情整体节奏不算特别紧凑 但绝不拖沓 处在一个刚刚好的地方 尤其是到剧情的高潮部分处理的非常的好 以往方舟因为想起的东西太多 所以经常会出现在高潮部分拖太久的情况 这次显然是没有 前有铺垫 后有伏笔 但是即使你不看前置剧情 这次剧情的体验也是极佳的 这篇故事啊 只能说你没有看过 绿野幻梦去看孤星 不至于看不懂 依旧有比较不错的体验 而如果你把蓝英漫画 绿野幻梦剧情都看完了 再来看孤星 那么剧情体验一定是跟上一层楼的 所以以前我不会建议skiptown 去看这个当机剧情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融入同一个语境 但是现在我甚至会推荐 没有玩过明月方舟的朋友 去看这次的剧情 在剧情大结构中 孤星回收了深海线 古人类线的伏笔 又将万能神秘的科考科抛出 衔接了接下来 我们要探索的北京平原剧情线 在叙事方面 孤星剧情对于深刻话题的讨论 依旧发挥稳定 远世主义 对历史的思考 军人 政客 和科学家的博弈 弥迪香以遗忘来判决洛肯的死 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 国防部同政府的关系 在上校的叙述中矛盾重重 但本质上却同为国家的侧面 因而梅兰德要阻止地平湖光计划 以免他成为同碎片大厦一样的战争导火索 但在事件结束以后 杰克逊副总统还是出面调停了两边 避免更多的损失 另一方面 孤星剧情有着近期剧情质量最高的人物刻画 可以这样说 在剧情里出现的几乎所有角色 无论是克里斯腾 塞勒亚 赫莫 密尔塞斯这样的核心人物 还是洛肯 弥迪香 保存者 菲尔迪南这样的支线人物 都刻画的十分完整 而且每个人物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侧面 不是脸补画的角色 这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帕尔维斯和菲尔迪南 帕尔维斯既是一个科学至上的狂人 同时又是个和蔼的长辈 菲尔迪南虽然前期让人觉得沉醉于军方的政治游戏 但在后期 菲尔迪南在万星园却表现出了 更新对科学绝对的热忱 因而我们也不难理解 他对于克里斯腾的记痕 他对莱因这块牌子的忠诚 这样的人物设计 让他们都有了非常多可以深挖的人物特质 想要刻画这样粒贼角色 除了多个侧面的描写 动态化的描写也是一种选择 代表人物是帕尔维斯的学生 赫默 在莱因的有关剧情中 赫默至少经历了三次蜕变 让他成为了现在哥伦比亚学界的伦理监督者 当然要说其剧情最突出的亮点 那必然是利益 虽然孤星剧情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支线 但是其核心主线就是宗霞撕开天空 把真相还给泰拉 克里斯腾这个人物有着灰暗的过去 也是因过去的伤痛 而对星空有着无限的渴望 但他对天空的执着 绝不仅仅停留于父母的夙愿 当然我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 去形容他对于天空 对于星空近似偏执的执着 因为这是我们人类自诞生以来都会有的 对于天空 对于太空 对于星河的痴迷 但在泰拉 绝大多数人的这种渴望都被虚假的天母剥夺了 比如自欺欺人的星象学 早在大学期间 常常观测星空的克里斯腾就已经不再相信了 比如莱塔尼亚的法术气球 在阻隔层下500米陨落 泰拉学界就放弃了对天空的探索 而当万星人撕开了阻隔层 天空泛起一阵涟漪的那一晚 大群躁动不已 艺术家为之巅狂 政治家相继离席 人类对于天空的想象力 在这一刻被重新激活 可以说克里斯腾早在此之前就一直坚定不移的拥有这一份想象力 而在所有人被裹挟在无知与自我否定中的时候就拥有这份热忱 往往意味着先进 执着坚定等等 我们可以用这来形容最高级的科学精权 这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夙远 另外这次PV其实也有类似的镜头语言 PV开篇的横纵比高达3.82比1 而到达了突破这一幕 以后变成了2.56比1 但仍高于以往PV常用的2.278比1 如果我们认可镜头语言也是表达了一部分 那么这次PV采用如此反常的横纵比 也说明了这次剧情的突破 拓宽了人类视野 所以当孤星选择以探索太空 追求未来为利益起点的时候 他就已经站在了一个很高很高 或者说相对比较高的起点了 高起点的利益 往往会面临一个绕来绕去 最后浮于表面高开低走的困境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孤星他的终点要远高于他的起点 如果说非要给他挑个毛病的话 那就是他真的可能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剧情 往后优秀的剧情 都无法避免拿来和孤星做比较 就和《长夜灵光》作为文案的技术单位一样 孤星很有可能成为方舟2.0的新的伎俩单位 但愿往后的剧情能更胜一球 而非止步于此 五一在上海请我的一些观众吃饭 席间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问我方舟有什么剧情 是让你感动的 负责任的说其实没有 但方舟每一篇的故事都在我的记忆之中 让人感动 往往需要精心的设计 紧凑的节奏和煽情的台词配合起来 一同击穿观众的心理防线 我看一些电影 一些番剧时常会有这样的情绪波动 但方舟的剧情真正抓住我眼球的根本原因 不是一时一刻的情感波动 而是我在看完以后 往往会想的更多更深 两个小时的剧情 会延伸出四个小时六个小时的思考 思考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即使它的终点是沉默不语 智慧的人们依旧乐此不疲 当然啊 说实话 开头的那句 如若此后百年千年 来人漫步于繁星深测 人们便要赞颂他的名 在结尾克里斯腾 向世界道了晚安以后 又出现了一遍 首尾呼吁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确实鼻子酸了一阵 总结一下 孤星优秀的原因可以有很多 我挑几个简单粗暴的说吧 首先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基础 方舟的世界观 就是像战锤40K这个体量看齐的 他有没有做到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这个世界观是能让很多人感兴趣的 所以也更乐于看见故事在这个世界观上开发结果 其次是不讲理的字数 有一属意 第十二章的多线程序式和多人物刻画和孤星路数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给人观感却很一般多少差点意思 对比二者 我觉得原因很简单 就是字数差距 15万字的文本量真的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细节不够多 写 人物不立体 写 剧情不深刻 写 在之前的直播中说 孤星是方舟制作者在浪漫主义题材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必须承认 这次尝试是成功的 浪漫是不真实的 因为现实往往太过残酷灰万一 至于让人不得不逃逸 孤星把人们对最高尚 最特地独行的科学精神 最美好 最狂热的幻想 具象化 克里斯腾 塞雷亚 赫默 费尔迪南 多罗西 尼尔赛斯 星家 恩亮景 万星园 静之所 愿可爱的人们心中不是学乏灵力 追民主力 而是这片美妙的星空和仙举者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